大家好,在我国清末民初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武功宗师,比如说像永春泉的叶文,还有黄飞鸿等等,这些人不仅武艺高强,并且非常的热血爱国。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位这一代宗师便是刘家良,刘家良是广州人,他的师父诗成黄飞鸿的徒弟林世荣,而由于这个关系,所以刘家良也从小边练习武功,在50年代他便加入了电影圈,而且被少师集团招入麾下,开始他是在拍摄新派武侠,可以说谈到拍摄电影的武功宗师,首先问大家想到的便是李小龙了,李小龙的师父便是叶文, 李小龙这个人从小便非常的喜欢武术,不仅成绩优秀,并且从小就在叶文的门下学习永春泉,他从小便热衷于和别人比武,而且他能够几百家之所长,在他长大以后便决定去美国学习,并且在那里他遇到了世界各国的武功高手,比如说柔道的武学宗师,或者跆拳道的武学高手,然后他更是通过与他们的比武接触,取其武功的精华,创出了节拳道。 当时李小龙主修的是哲学,在当时还记得,当时李小龙去应聘拍摄《清风霞》,而李小龙身上的那股自信与风度,也深深地吸引了小便,而当时选举人员要求李小龙对武术做一个基本的介绍,而李小龙的介绍,无疑让小便也是感慨坡多。 中华武术讲究的是文准恨,并且要求灵活多变,外国的揉拳道或韩国的跆拳道,他们往往制服敌人,需要用好几招,而比较灵活多变的中国功夫,则只需要一招便可以了。 还记得当初李小龙便举了这样一个例子,当你被别人从背后抱住的情况下,揉了这些功夫,往往要分好几步,才能够将对方打倒。 而一般来说,学习中国功夫的人,最先想到的便是在对方的脚上猛跺一脚,这样对方肯定是会放开你的。 可以说在我国,武功分为三个大的门派,一个是松山的少林,一派是武当,还有一派便是鹅梅,其中少林功夫,以硬弓剑长,而武当派则是讲究以柔克刚,鹅梅派则多是使用刀剑。 可以说,李小龙将中国功夫通过电影,展现给了全世界人民的面前,而之后的成龙,朱新驰也多次地对李小龙进行模仿,而刘家良演戏可以说是继承了李小龙那种真刀真枪的演戏风格。 他在演戏的时候从来都不会用替身,也从来都不会玩一些花招,而是实打实地用真功夫,但是就因为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念和风格。 在当初拍最拳二的时候,还和成龙闹翻了,当时刘家良是想要用真功夫对打,这样拍出来不会非常的好看,而当时成龙便想要用那种打耍一样的打发去吸引目光,最后两个人开始产生了矛盾,最终这两个人也闹翻了,而最后成龙可以说,赢得了这次的胜利,最后刘家良只有放弃了。 而当年在拍满北少林的时候,可以说,当时李连杰和刘家良也因为这件事情而闹白了,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,就是因为光线当时候不是很好,于是工作人员必须要等很长时间,所以当时李连杰便提议差不多就行了。 可是刘家良却必须要坚持这样做,最后导致李连杰有些生气,于是在最后他们两个就闹白了,可以说刘家良导演,他是一个非常认真,非常固执的人,做事情太过于追求完美。